字幕視聰明 知名的賽車遊戲Need for Speed系列 相信一眾熱愛賽車Game的朋友都很熟悉 隨著現在的賽車Game做得越來越真實 這個系列的新一集都順應這個潮流 打造出將爭度極高的遊戲 更加修錄了世界各地的名車 讓大家在這遊戲裏 可以體驗一下駕駛超級跑車的滋味 今集遊戲修錄了真實和虛構賽道 總共18條 有50多條路線可以讓大家選擇 除此之外 當然有保時捷、百拉里 和林寶堅尼這些名貴跑車 汽車調校比以前更深入和細緻 車態、煞車、甚至是淡氣加速 全部都可以自由組合和調教 因應比賽場地去調教自己的戰車 各位賽車民千萬不要錯誤 經典的ARPG E-Show系列新的一集 即將就和大家見面了 這個作品已經是系列第七集 採用了全新的故事背景 亦都加入了很多的新要素 不過主角依然是大家熟悉的紅髮劍士 想知道今集加入了甚麼新要素 不如讓我簡單介紹一下 如果大家有玩開E-Show系列 應該都知道以前只有一個人戰鬥 但今集破天荒 可以和其他冒險家組成三人小隊 雖然戰鬥期間玩家只可以操縱其中一人 但只要按鍵就可以隨時切換角色 遊戲裏登場的戰鬥角色一共有七位 玩家需要先了解他們的能力 再因應電放編成小隊 才可以成功過關 龍珠這套漫畫 相信不需要我多介紹 就是人都認識 而且可能它還陪著很多人一起成長 由它改編成為遊戲 也不是甚麼新鮮事 不過今次我要介紹的就有點不同了 因為這隻由韓國廠商開發的龍珠Online 就是第一次成為MMORPG的龍珠 究竟是怎樣的呢 在龍珠Online裡面 大家將會可以選擇做不同的種族 遊戲裡面的主線任務 將會是被玩家坐時光機 回去不同時空 放吾空等人對付不同敵人 所以所有人都可以有機會打比達 思路和報勾 投入感一定大增 不過暫時這個作品只得韓國版 不過相信將來一定有其他版本 來心等下啦